让每个人都活过100岁 并且身体更强壮更健康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种前景 科学家们可能已经像这个梦想 迈进了最坚实的一大步 近日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 医学科学实验室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和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 医学院的研究小组 在7月17日《自然》杂志上 发表了一项令人震撼的研究成果 一种能显著延长实验室 动物寿命的药物 可能为人类的抗衰老研究 开辟新的道路 在实验室里 科学家们培育了一群特殊的小鼠 亲切的称他们为超模奶奶 他们是一些年过75周 相当于人类55岁的老年小鼠 但看起来比同龄的小鼠 更年轻更健康 让这些超模奶奶幻发生机的秘密武器 就是一种针对白细胞介绍 食衣蛋白质的药物 人为什么会衰老 因为随着年龄增加 我们体内会积累越来越多的 受损蛋白质和化学物质 导致免疫系统可能会误认为是感染 从而做出过度的反应 并产生炎症 对我们的健康产生长期的损害 炎症已被证实于癌症纤维化 以及其他许多与衰老有关的疾病有关 研究人员发现 随着年龄增长 我们体内的白细胞介绍11水平会上升 这会导致更高的炎症水平并加速衰老的过程 通过基因工程直接清除这种蛋白质 科学家们成功的将小鼠的寿命 延长了惊人的25% 而通过药物干预来清除 则延长了20% 但这还不是全部 接受治疗的小鼠不仅活得更惨 而且活得更好 他们患癌症的几率更低 肌肉更强壮 毛发更亮折 整体健康状况更佳 想象一下 如果这种效果能在人类身上实现 那将是多么令人兴奋的突破 如果我们的平均寿命是80岁的话 通过这种方式将轻松突破100岁 研究人员斯图尔特·库克教授说 这些数据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都只能尽量控制自己 不要太激动 当然从小鼠实验到人类应用 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好消息是 这种药物已经在肺纤维化患者身上 进行了初步试验 目前看来是安全的 但是他能否在人类身上 产生同样神奇的抗衰老效果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尽管这项研究充满希望 但科学家们仍然不敢掉以轻心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 比如长期使用这种药物 会不会产生潜在的副作用 成本问题 普通人能不能承受等等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这项研究为我们理解和干预 衰老过程 开辟了新的视角 随着研究的深入 我们也许能在不久的将来 看到更多突破性的发现 谁知道呢 也许有一天 超模奶奶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小鼠 而是我们身边活力四射的老人们 当然在追求长寿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珍惜当下 活出精彩的每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节目 感谢观看